再来看到凤林镇南平里近日是当地的居民纷纷提出抗议农地种电 那么由于建制的面积相当广大 那么呢居民是都生怕受到强光影响生活作息 也都希望相关单位能够严格把关 不要让太阳能发电进入到居住的环境来影响居民生活品质 为了防范农地烂种电 农委会宣布7月底前将推出新制严管农地变更 在凤林镇就有里民发现 有些农地目前在过渡期间 涌现抢快种电的情况 居民强烈的反弹认为相关的单位应该要严格执行把关 正在里长的那个立场 我是要跟随这个百姓 百姓如果有意见 当然我是要表达我的意见 如果百姓赞同的话 那我也站在里长的立场我也不能说我反对 所以我就顺从民意 那至于说他们厂商要怎么样子处理 那后期的问题大家再来协调 再来沟通还是怎么样子那都没有问题 最终还是要给这个百姓有一个交代有一个满意 他们同意了 当然我是没有意见 如果他们不同意 我是也是一样要表达不同意的意见 农委会统计苗栗台南平东台东以及花莲 农委会宣布已经着手修正 农业主管机关同意农业用地变更使用审查作业要点 避免农地重电导致农地破碎化 农委会宣布过去只有30公顷以上农地变更 光电案由农委会审查 未来下修至2公顷以上都要送农委会 2公顷以下仍要由地方审查 但只有被其他用地包围 夹杂的零星农业用地才能变更 预计7月底前来上路 据者林杰峰里正采访报道